大家好,欢迎再次来到光学作用 我是Solen 这期为大家带来一个光影十足的案例 新年佳节,肯定选大红为主调 图片在构思上 第一,用红色的色调来影称主体的颜色 第二,用光色线来指向主体 达到聚焦的作用 第三,前景呈现小山,后景建暗 让画面更有层次 来,看我们如何用光表达 桌面上为了有更丝滑的光影效果 我在白纸的基础上加上了柔光纸 在确认主体的位置后 在前景处卷出小山 增强画面的纵深感 这次玩的是光影效果 前期更希望所见即所得 所以我们用到了LED灯 低盏灯为10点钟方向的高处 为圆力500加上菲尼亚透镜 菲尼亚透镜能让灯光进行变焦 拉到最长焦后 起到高速速光的作用 在桌面上加上立方体 让光有一些层次 我还在光路的中间加上红色色片 一盏灯打下来 确定整张画面的影调 第二盏灯在两点钟方向平视 同样加上了菲尼亚 并在画面的边缘加上适当的立方体 进行各种折射 一束光擦亮主体背后的同时 也保留了适当的阴影区 第三盏灯放在四点钟方向平视 继续用立方体折射光路 达到提亮主体暗部的作用 最后在前景处 深入已调成红色的管灯 改变前景的色调 并与主体相呼应 经过后期的各种稍操作 增强了光影效果 为大家呈现了这张成品图 在这次案例中 引入新的灯光附件 就是这个菲尼亚透镜 透镜可以通过旋转 来调整光束的出色角 长焦到广角 就像变焦镜头一样 配合四叶照 能更好的点对点 用光非常实用 在我手上的这个 是For原力60小透镜 而在我身后的 原力300和500上装配的 是一个标准卡口的 大菲尼亚透镜 大家也可以根据 自家的灯光型号 进行装备 以上就是这次分享 所有的内容了 大家别忘了三年 支持一下我的创作 另外点一下下面的关注键 就能试试看到 我每周更新的拍摄教程 那我们下期再见了